你看印度这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最近呢 其实跟一些这个区域的 这个政治的这个这个情势呢 也有很大的关联性 包括您看到 他在后天7月8号到9号之间 印度的总理莫迪要访问俄罗斯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在这个时间点呢 印度跟俄罗斯 过去其实关系非常好 可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您看到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 关系越来越近 所以有媒体就报道说 莫迪是希望中俄关系越来越好 越走越近的时候 来稳定稳固印恶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敏感的地方就在这里 那这个俄罗斯行 印度总理说 这个他们可能会跟俄罗斯来商讨 方方面面的关系 包括在军事在经济上面 而这个乌克兰战争可能也是商讨的范围之一 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看到俄罗斯宣布了 他们要把一个战车穿甲弹的生产线 授权在印度生产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包括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争还在打 如果这个弹药生产出来的弹药送到俄国 可能会引发欧美的强烈反弹 所以报道的说法是 这些穿甲弹应该都是让印度自产自用 在这个地方开生产线 让印度自己用 而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呢 包括稍早之前的上和峰会 莫迪就派了他的外长苏杰生 在这个峰会上面致辞 可是他的话语 里头感觉上有在凸显两个国家 他说国际社会或是会员国 应该要优先打击恐怖主义 不能够庇护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 尽管没有点名任何国家 可是外界说 可能在暗批中国跟巴基斯坦 而事实上呢 表面上强硬 私底下中国跟印度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 这个有这个在谈的一些契机呢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上和组织峰会的厂编会 两国的外长握手 并且说希望早日可以解决 边境地区剩余的问题 大家知道这两个国家的边境 有一些冲突嘛 可是呢 中国大陆哦 其实也暗中在拉拢 或者是明着在拉拢哦 印度周围的这些国家 我们从巴基斯坦来看哦 跟印度有接壤的这些国家 其实都基本上被中国给收拢了 包括巴基斯坦 这是中国的铁杆好兄弟 而尼泊尔最近呢 脱印亲中 不单去年跟中国提出建交的意愿 孟加拉的总理呢 也即将访问中国大陆 斯里兰卡跟中国的连结更深了 军事啦 经济啦 各方面都很多的连结 马尔地夫4月22号产生的新的这个执政党 也被认为是亲中的执政党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条条大陆通北京 这个北京在外交上面 近年来有非常多的展获 这是南亚的部分 那其中我们聚焦在尼泊尔 尼泊尔这个国家哦 现在看起来哦 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也全面的建立起来 包括尼泊尔 尼泊尔是南亚第一个 被中国官方认可的旅游国家 那记者也观察到了 每一年都有大量的中国旅客 到尼泊尔去旅游 甚至当地也有穿菜 有很多中国菜 并且呢 现在中国也收了大量的 这个南亚的学生哦 包括有六千四百名 尼泊尔的这个学生 在中国念书 而在尼泊尔的境内 有八十到八十五间 红子学院 或者是可以提供 中文必修课的一些学校 那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跟尼泊尔 最近也有一些连结 大家知道现在日币有新的 新的纸钞 日元有新钞了 而它的材料就是来自于尼泊尔的山区 所以你看看到新闻的报道就说 如果没有它就不行 是什么呢 尼泊尔山上 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种纸灌木 所以有人就说 如果没有尼泊尔 这是戏称啊 日本可能就无法运作了 因为这个纸钞的原料是来自于尼泊尔 而日币不断的在持续走扁 现在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了161元 所以日元的空头回来了 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也请教永明老师 我真的不会太担心印度 因为他跟他周遭的邻国关系都不好 他的好朋友好像就是在华盛顿 在伦敦 伦敦的那位现在要下台了嘛 对不对 对 工党要起来了 可是呢 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 其实一直都不错 我觉得这个关系也会维持下去 印度基本上还是全球南方重要的国家 也跟中国大陆是重要的贸易 以及邻国 对不对 虽然是有一些边境上的争议 可是呢 双方都知道这个不至于会爆发 所谓的战争 关系不好 那是事实 我觉得俄罗斯出售武器 军事武器给印度是正确的 否则印度会跟谁去买 就跟美国去买啦 对不对 而且 他的生产线是在印度 这些都其实看他的生产的这个项目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大概 中俄之间这些问题 俄罗斯也一定都谈过 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他当然知道印度跟你在边境上有这个问题 我还去帮助他设厂 做武器 用来打我的好朋友吗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很微妙 那但是呢 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些 军事跟战略的因素要考虑 那至于说 在这个区域 其实很简单 7月2000年的时候 东协国家跟中国大陆贸易 只有多少 3000亿不到 美元 而在2022年 已经超过一兆 美元了 对不对 那第一个 跟东协提出 要建立 自由贸易协定的 就是中国 到现在为止 收获良多 所有这些区域的国家 现在都是如此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还是要国家 如果正从实力来看的话 中国的经贸实力 跟这个外交的影响力 在这个区域 已经是很深刻的 至于说 日本的这个新超 其实大家就没有 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是 因为日本 现在 它股市破4万点 可是呢 币值跌到了161 还162 我不知道今天 又跌到怎么样 很奇特的一个组合 可是呢 它昨天 还是前天 就是新超 就开始试用 那尤其是那个万元日超 他换一个人了 从那个清云大学的校 成立的这个校长 换成叫做 摄龙 这个摄摄龙一 是这个吗 摄摄龙一 对 就这个人 那他一万元的 他是日本 资本主义之父 是非常会做生意 而且会做投资 然后呢 也某种程度 如果是日本在当时 你看像是东京 这个三菱东京银行 第一个国立银行 它帮助这个国家去成立 很多的这些企业 所以他们是希望说 这个新超 这个摄龙一上来之后 能够是不是带给日本 实质的改变 是不是一个好兆头 好兆头 希望经济变好 我觉得不太容易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材料来自于 很特别的地方 好像只有这个地方有 非常特别 来 印度很特别 但是有一家媒体来解释 苏杰森在上海峰会的讲话 说这是在影射 骂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 这个解读就让我们匪夷所思了 这个也是另类的印度 非常特别的这家媒体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 或是哪一个地区的媒体 就在媒体充满了奇特的一个幻想 各位想想看 全世界哪一些国家 最讨厌恐怖主义 中国大陆最讨厌 中国大陆的上海峰会 组合起来的时候 它原来的第一首要的目标 就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跟激进的宗教主义 就三种人 我们叫做三股敌人 那都是恐怖主义 所以中国大陆的上海峰会的 不断的这种安全的演练演习 其实就是针对于恐怖主义 在打击的 那苏杰森的这个讲话里面 然后呢 这个媒体可以把它解读说 它是针对中国大陆来讲话 这点我们就觉得匪夷所思了 这个媒体有问题 这个媒体是很印度化的媒体 非常特殊 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一个媒体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佩服的五体投地 好 我们再回头来讲一下 印度的目的不去上海峰会 那其实我们也留意到 上海峰会的主办国 哈萨克也好 或是上河组织的国家也好 没有人有反应 也就是说根本不在乎 它来跟不来 因为上河组织 大家都知道 印度加进来的时候 是当初是巴基斯坦要加进来 那巴基斯坦要加进来 印度就看说你巴基斯坦进来 我没进来不行 所以就由俄罗斯来帮他提名 推荐就让他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在整个上海合作组织里面 印度就比他扮演像 脚屎棍的这个角色 就是说他只是来这个地方破坏 而不是来建设上海合作组织 所以他不来参加的时候 你看整个上海合作组织 没有人有意见 就随便 你爱来不来随便你 不重要 那确实他不去也是对的 因为根本上海组织的国家 没有人在乎他来跟不来 好 那他就特别的宣布说 我不去上海组织 我要去俄罗斯去 那他要去俄罗斯 他其实打的是改打俄罗斯牌 他过去打的是中国牌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末底的目标 其实眼中只有拜登 就是美国 所以他过去搞个中印边界有冲突 然后能够吸引住拜登对他的爱 所以拜登确实很爱他 所以带了一堆访问团去莫迪 去印度去 然后结果印度莫迪要杀了 三个美国人 没杀成 没杀成以后就翻脸了 那现在的情况是拜登 因为这个脸一翻 他拉不回来 那怎么办 现在莫迪就往俄罗斯跑了 因为他知道现在 现在普丁跟拜登是对抗的 他变成要拉普丁 然后看你拜登会不会就再来爱我一次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次他打俄罗斯牌 其实目标还是在美国 是 来请教舰长 我介绍一下迪普尔 迪普尔的地点非常特殊 因为它的北边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山脉 几乎要七八千 它南部的时候比较低一点 但是也有大概七十几米 一百米 但它整个的平均高度多少 你知道吗 三千多公尺 所以它大部分地都非常高 这里的大概有五千万的人 地大概是台湾四倍大 非常的贫穷 他们的叫做GDP 人均GDP只有一千多美金 我们台湾是大概两万一 就是它非常贫穷 可是它生产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那个地点太高了 所以它只要从一千到四千公尺 这种高度 它生产一种非常特殊的灌木 因为很高很寒冷 对不对 它就长得慢 长得慢 它的纤维就非常的粗 它的纤维非常粗以后 那么从它们以前 它们就用手工去做这个纸 这个纸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纸 好比说重要的文件 签署什么 一定用它的纸 好比说这个宗教的 什么重要的记载 也用它的纸 它的纸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 那你也知道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很高寒 它的所有东西长得慢 它就比较坚硬一点 好比说你到一些高寒的地方 像欧洲的中边那一带 绝对不要去吃它的生菜沙 为什么它生菜沙 它一端出来 都是小叶子 小小的 你一吃 哎呦 梗子又硬 又苦 吃生菜沙拉一定要到台湾这种地方 你知道 它长得很快 页面好大 脆脆的 含水分 还有点甜味 这是它的差异 尼泊尔就是这样 但尼泊尔在这里呢 它跟印度一直有一些 有一点像乌克兰跟俄罗斯一样 它的民族在那里有一些这个交互 然后印度很喜欢去管它 你认为说 这些人民是跟我比较好的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尼泊尔颁布了一个叫做新宪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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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 不去管人家的 因此所有跟印度教授在一起的人 都受不了他的管理 你又不帮我们 然后一天叫我们这个 不能这样 所以大家最后都通通跟北京去交好 我们来看看欧洲的两大国 英国跟法国几乎同时举行大选 而且同时几乎都变了天 我们先来看看英国 英国的工党终结了他14年的统治 可以看到他整个大败 对不起保守党已经大败了 终结他14年的统治 工党大获全胜 我们看到保守党的一些议员 包括几个指标性的 像是前首相特拉斯 以及下议院的领袖莫当特 还有教育大臣基根都中箭落马 通通落选了 现在看起来 这个工党会赢得下议院410席 根据出口民调显示 而首相苏纳克的保守党只保住了131席 所以你看到苏纳克一脸失望 一脸憔悴 保守党吃老本几乎是亡党了 我们看到工党面临了马克宏时刻 马克宏是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理 那我们可以看到包括OECD说 英国到2025年将变成G7国家里面 经济增长最慢的经济体 那现在它的经济看起来也很不好 那OECD更是预测 它的GDP到2030年 人均GDP可能会输给波兰 那英国现在很多的这个食物银行 也一直不断的被使用 很多人可能买不起食物 所以去食物银行来拿食物回家吃 无家可归的人也增加了1.2倍 那英国逆势左转是因为经济问题 那马克宏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马克宏在前一阵子解散了国会 那现在他联手左翼要立足国民联盟 可是民调显示 极右翼四轮的投票也难获得过半的议席 也就是说三股势力可能都不过半 那现在呢法国的政治 它的右转跟全球格局善变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国家 包括法国可能都会请右或者是右倾 那未来如果是右倾的话 中国应该会从欧洲的边缘 政党的发展壮大中受益 很多评论说 中国擅长在经济活动和外交关联上面 像是往右翼的反对党这边 右翼的反对党也会比较倾向 跟中国有更多的交往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这个未来的领袖 到底会是由谁来当总统 那当然全球都在看 民主党的最大金主已经看不下去了 我们看到Netflix的创办人说 你拜登能不能够自己退选呢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党的领袖 来取代川普 所以像是这样子民间有利的人士 或者是各个方方面面的 这个美国民主党的一些意见领袖 像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那金主的换灯声浪也起了 包括你看迪士尼的继承人也说 如果你拜登不退选 我就不捐款给你 私下 贺锦丽的盟友也说 赢私下讨论要接管拜登的竞选阵营 有可能最后由贺锦丽来出来 领导民主党来做这个大选的 最后的功课的动作吗 现在都还不知道 只是呢我们看到 他的最大敌国 包括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钦 他说我已经看过拜登跟川普的辩论片段了 而我偏好拜登连任美国总统的想法不变 感觉上他有点在酸 或者是在嘲笑美国现在的政治的结构 跟这个未来的总统大选 泽伦斯基现在很着急呀 因为如果是拜登当选 或者是川普当选 对未来这场战争可能有决定性的关键 所以他就说了 乌克兰想要了解11个月 11月之后 是否还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提出他迅速解决俄乌战争的计划呢 所以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未来美国总统可能会对整个世界的局势 造成关键性的影响 先请教永明老师 怎么看美国的选举 还有英法的政坛的巨变 我觉得拜登会退选 会退选啊 三个因素 第一个他的这个身体 你看他的辩论 我已经从一个病患的角度来看他了 真的是如此 我过去有亲人 有类似的症状 他是在极短的时间 半年不到的时间 快速的恶化 那他这个之前 在用药 环境 家人的对待 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越来越多 在我们周边看到 我很怀疑他以前那个医疗团队 是怎么搞的 欺骗世人 我以前还真的相信他 这个医疗团队的报告 这一次 他的这个表现 不只是他过去只是说 出席一些会议的时候 跟空中握手啊 之类 那也许 好吧 算了 但是加起来 加上这一次 他已经是个病患 而且只会恶化 所以第一点 接下来这么长一段时间 你就算有80%的时间 你是清醒的 另外那个两成呢 第二个 我觉得民主党的这些金主们 也觉得同样的情况 因为反正会输 你换一个人 你输的有尊严一点 对不对 你输的有这个 整个党的这个 整个表现 你不要去迫害 这样一个老人 你到后来出了严重问题了 事情难解决 第三点 我觉得 其实你不要忘记 这次还有三分之一的 美国的参议员 以及所有的众议员的改选 现在美国民主党 还参议院是多数 如果照这样子情况下去 就算拜登撑到选举结束 他输了 参众两院也变少数 后来变成川普当选 对不起川普当选 上面还加一个plus 因为参众两院都是多数 他会变成大川普 大总统 那还得了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民主党跟民主党金主 现在都看到这个问题 有一些的这个州长 已经跟他的这些 州里面的议员 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就说 你要小心啊 你要努力 多不如点钱 要切割跟拜登的关系 现在变成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不能歧视老人 你不能怎么样 但是各位 这个情况已经真的是非常严重 是 杨永明老师已经预言了 拜登可能会退选 我们进行下广告 请教赖老师 怎么看英国跟法国的大选 英国这次大选已经盖棺论定了 因为保守党14年的执政终结了 那看起来那就要让出来了 工党上来了以后 大家比较关心的其实是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不会很关心英国的 自己的内部的问题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英国的对外的问题 因为这比较跟我们有关 如果民主党的拜登 或者是拜登连任 就这样一直选下去 当然前提是拜登继续选 而且又选赢了 那工党的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它的空间不大 但是如果是换川普上来的话 那工党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的空间 就放大了 那很有可能 这个中英的关系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那这一点就跟民进党的期望 就有很大的背离了 因为当中英的关系一好起来的时候 那民进党跟英国的关系 就绝对走不起来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很现实的问题 法国的马克龙他采用的是一种非常大胆 而冒险的一个策略 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挡住右翼 在欧洲继续往上成长 因为右翼在欧洲成长的速度太快 不管是在匈牙利大破全胜 在意大利也赢了 在荷兰也赢了 而且他的政府已经成功的阻隔了 本来没有人要跟这个极右翼的荷兰合作 那现在他们也已经成功的组隔了 所以右翼在欧洲 已经形成一股势力在往上飘 然后德国的右翼也大幅度的成长 你看这次法国的右翼 我讲是极右翼 这个极端主义者也就是新纳粹 大概这样讲 这些新纳粹他们本身的成长的速度太快 可是马克龙他本身因为执政的很差 然后他的政党已经变成一个第三名 第四名的一个政党 他赢不了 然后他的唯一的任务 就先阻止右翼 让他有机会上来 而他要阻止 他的是什么 是2027年的总统的选举 如果以他目前法国的执政来说的话 因为他的执政不好 而且他也眼看着他未来两年多 他也很难煞住 这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那怎么办 最好的方法 就采用人类间最冒险的一个政策 提前解散国会 提前解散国会果然在第一轮的时候 那么极右翼又赢了 而且大获全胜 33点多块34的选票 而社会党就是左翼 也拿到29% 那他是很输嘛 可是他在赌什么呢 他在赌的就是第二轮投票 就是7月7号 7月7号的投票啊 10 100多 155位 中间 左翼的这些候选人说 我不选了 我让给有赢的可能性的人 你看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已经跳脚了 说你们这样子很无耻啊 是 来 敬下回报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外交大臣写的叫做疾病与权力 他是一个医生出身的人 他就写了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领袖 他详细分析这40多个人都有病 可是你要知道 这些人不是说他下来 他下来他旁边有多少人分享他的权利 你知道美国总统权力有多大 所以他的家人绝不会容许拜登退选 为什么 退选就完了 第二个 你知道很多在高位的高官一退下来 他的病情立刻就爆发式的雪崩 好多人就是这样下来 那个权力是最最强有力的免疫力 所以拜登如果想多活几年 他绝不能退选 他只要退选 他跟这个权力无关 你会发现他的健康情况 就会雪崩溺的下来 如果在选举之前 好像说三个月之内 四个月之内 他出现了 因为这种病可能会在 一两天出现一个剧烈的变化 除非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白北前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 钱子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前舰长黄真辉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扣了我们的渔船 当然我们的渔船是越界捕捞 可是两岸的问题方方面面 在军事上面的压力 我们现在来看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包括您看到 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是不是来干扰我们的南竿机场呢 国防部的说法 马防部的说法是说 没有啦 他没有进我们的禁限制水域上空 可是呢 我们看到有一些 这个报道 或者是有一些目击者 讲得清清楚楚 说对岸的无人机啊 在2号的时候飞越马祖的南竿机场 并且在机场周边空域盘旋20分钟 讲的人事实地物都煞有其事啊 所以我们也打电话 因为我们要查证嘛 我们的小编也打电话到 马防部去问一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国防部是说 你直接去问马防部 那马防部听到我们的问题之后 直接挂掉电话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呢 马防部对外的一个 这个公开的新闻稿 是这样讲的 是没有进入我们的禁限制水域上空 并没有说什么无人机来 然后我们不开炮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偏离事实太远 可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如果对岸有动作 我们都没有这个相应对的一个作为 看起来好像是只敢嘴巴讲 可是实际的行动上 变成侏儒 变成非常弱 像是海警船 对岸的海警船 日前因为我们的渔船越界捞捕 所以把我们给扣押了 那现在其实不止我们台湾的一些渔船 中国大陆说 他们连日本的这个船 渔船也这个驱离 依法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 主要是在钓鱼台这附近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海警就说 过去的两天 日本有两艘渔船 还有速烧的这个巡视船 先后进入钓鱼台的领海 所以他们都警告也驱离 看起来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大国 它的手段或者是说 它的执法的能力 跟这个严谨度 看起来是蛮够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包括日本说 日本他当然会有回应 他说你中国的海警船 进入我们钓鱼台 因为现在钓鱼台这个地方 是有争议的嘛 日本说是日本的 中国说是中国的 我们台湾当然是我们台湾的 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是不容直译的 可是你看到日本就抗议了 说你来骚扰我的渔船 所以各说各话 日本保安厅是这样讲 中国大陆说你是进入我的领海 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摩擦 万一扩大变成大的摩擦 就有可能擦枪走火了 大家担心的是这个 而昨天发生我们基隆的一艘渔船 在公海遭到日本保安厅给拦截 现在机长啊 轮机长都被带到日本的公务船去调查了 而且被扣留了 那海巡署说 对这艘我国籍的渔船 疑似进入日方的燕美大岛附近海域作业 违反了当地渔业规范 现在正在跟日方联系处理中 我们刚刚收到的讯息是 日本已经说了 你找缴钱来 我就可以把船给放了 合台币是121万 那现在船长船东也在 开始在筹钱了 我们遇到日本 就好像就是依法办理 遇到中国大陆 就说这个是打压 这是亲门踏户 那现在的这个 在海上的情况是这样 可是呢 国际间有更多的布局 或是更高的布局 包括美军 我们看到呢 他在日本的驻军 全面升级 美军首次在日本 三则基地部署F-35 逆宗战机 剑指中国 而另外呢 美国的陆战队最新的 两栖战斗突击车 也进驻沃克纳瓦 强化印太防卫 这一看 都是针对中国而来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中国跟菲律宾 在南海的争议啊 前一阵子非常的剧烈 那后来看起来有和缓 可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这个温度又上升了 我们看到菲律宾的参谋 总长警告说 如果你中国在攻击 我会反击哦 我会反击哦 那可能之后 菲律宾也要拦截 中国在南海的海军吗 是这样子吗 这军舰呢 驱逐舰 菲律宾真的会这样做吗 现在外界也都在看 我们看到像是 有一些新闻报道说 中国大陆企图用 高超音速导弹攻飞吗 他虽然打了一个问号 可是看起来是蛮惊悚的 那菲律宾索赔3000万 还这个 北京说是对方挑衅在先 那我们看到呢 包括这个上一次的渔船 的一个碰撞的事件 南海的碰撞事件呢 到底是谁要负责 因为菲律宾的参谋总长 已经说要索赔了嘛 要索赔3000万了嘛 那这个中国大物的外交部 发言人的回应是说 这是非法 对方非法运捕挑衅在先 就是运捕这个 袁爱娇的事件 所以看起来 原本以为落幕了 现在又没有了 事件的这个紧张情势 好像又起来了 菲律宾总统怎么说 他说要缓和南海的紧张局势 美军中程导弹 最慢最慢 九月要撤出了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包括永明老师 怎么看南海的争端 中非的争议 美军的这个 在中间的一个调和顶奈 或者是他的布置 他到底在想什么 来请教老师 美国哪有调和顶奈 菲律宾基本上是狐夹虎威 但这个虎 也不能说它纸老虎 它是全球在西太平洋 现在也在做 环太平洋的军演 我们讲美国的军力 可是美国显然 在菲律宾这一块 它其实并不是真的要透过军力 军事的方式 来去支持菲律宾 做南海的这些任何的争议 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 跟军事层面不同调 外交每次 布林肯 坎培尔 或美国的驻菲律宾 那个女大使 每次发生事情 之前之后都打电话说 媒体上说 脸书上说 X上面说 我们跟菲律宾永远站在一起 我们绝对会坚守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可是美国的军事 从印太总部 到第七舰队 到在这个附近的 这些航空母舰 从来没有展现 任何积极的作为 一旦发生事情 之前它已经两个航空母舰 雷根号 罗斯福号先跑掉 只有一个东西 说是做演习的时候 肩并肩演习 运来了那个中导飞弹 提风中导飞弹 这个事情变得很大 这个事情变得很大 网络上传 六月底的时候 吕宋秦岛这边 提飞机 这个飞弹机力所在 发生了所谓的电池大战 不知真假 但马上隔了几天之后 菲律宾这个参谋总统 就昨天 就说 这个提飞中层导弹 九月底以前 会送离开菲律宾 所以 我是觉得菲律宾也了解到 你想要狐假虎威 这个老虎的 这个爪子根本不让你用 所以呢 他也大概就是 比较无奈 那当然最后 他还会有一些 放一些 这个所谓的狠话 那而且他内部的 这个政治也跟他 开始在做对抗 所以我觉得 南海的情势 我个人觉得 你要再发生 重大的这种冲突事件 可能也不是美国希望 同时美国也在做选举 对不对 大家现在担心 到底谁要选都是问题的 还会去帮菲律宾吗 在这个水域上面 大家一定要理解 大陆这一次 对那个大金满 从来不是什么越界问题 而是认为说 那个 你违反休渝 以前都只是赶你走 但这次你 晚上七点钟出发 直奔 到我们家门口 对不对 然后你也不在 你的境限制水域范围之内 那在这个休渝期间 所以呢 他就这一次逮捕你 当然这一次我必须要讲 国台办的这个新闻稿里面 他说 因我渔船 这个态度上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214跟520事件之后 大陆对整个台湾海峡这个水域 采取一个常态执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我不认为说他把它什么内海化 有人用这样子的语言 可是呢 他把它变成一个常态执法 所以你就看到另外那个龙脊满渔船 这个渔船 它其实是在海峡中线以西 靠大陆这一边 那不是公海 对不起 我们台做的那个节目 记者说 那我们在公海怎么可以怎么来逮捕 那不是公海 人家宣布的专属经济海域 也是我们台湾宣布的专属经济海域 是没错 但是是重叠的 那现在人家因为这个专属经济海域 进行修渝 这个所谓的修渝 禁渝的期间 你在那边补 所以呢 他就上去驱赶你 或者是逮捕你 那我们觉得现在 政治人物这样搞的 让一般的民生老百姓渔船 都不知道无所事事了 大陆这边采取比较严格的执法了 那怎么办 一定要搞清楚法律 要搞清楚这个对方的一些规定 你避开 或者是说 你要海巡署的船去陪你 你都可以 来避免自己本身受到影响 刚刚我们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海巡署的船 的确有伴着我们的渔船一起出海 名义上是护鱼 可是呢 对岸的海警船来 我们的这个海巡署的船 甚至要叫我们的渔船 赶快离开这个区域 就是希望把事件尽量化解 尽量低调 现在是这个部分 两岸的共同的经济海域 是两岸的渔民都可以去 从事这个海上的劳动活动 都可以做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大陆从5月就宣布 这个海域目前已经进入休育期 那这段时间就是让海体生态 能够健康的发展 让鱼能够长得肥一点 大一点 不要节者而渔 让鱼苗孤解了 这个地方以后 大家都没得生活了 所以要让它生生不息 永远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是休育期 那大陆已经公布休育期 其实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讲 还是要遵守 因为是共同都在这个地方打捞 那5月份就已经公布了 台湾这边的渔民不遵守 然后在休育期还去捕捞 第二个 用渔具的孔又太小 那这样太小的话 就对于小鱼儿都抓起来了 这个对于海底生态不好 所以就被大陆扣押了 现在很有可能要移送法办 要看这个情况 好 到了今天 我们的渔月署 才赶快地通知大家说 现在是这个经济海域 这段时间是休育期 就没事就不要进去打捞了 那你为什么在不午夜的时候 大陆一公布的时候 你就公布了呢 你为什么等到被扣了以后 你现在才公布 那一旦被扣以后 你看民进党的态度 就在那边哭爹叫娘的 然后把大陆抽卖一顿 可是同样的 同样的我们的渔船 在这个钓鱼岛的海域 被日本扣押以后 民进党当局却嘴巴逼得紧紧的 不敢假话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可是我们看到 日本的渔船 是不能够进钓鱼岛的海域 去捕鱼的 因为当日本的渔船 进钓鱼岛海域捕鱼的时候 大陆的海警船 要不就驱离 要不就是扣押 那过去好几次 大陆的海警局的船 要扣押日本的渔船的时候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 就想方设法在中间穿梭 然后让日本的渔船逃走 那你想想看 日本不能够在钓鱼岛海域捕鱼 而我们台湾的渔民 可以在那个地方捕鱼 如果有大陆的海警船 或者是有台湾的海巡署的船 日本是不敢动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日本的船 不能够在那地方捕鱼 因为大陆海警船 会把他们扣下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想民进党当局 应该要看清楚 对我们台湾渔民好的是什么 对我们台湾渔民不好的是什么 而不因为它是中国大陆 你就恨它 而因为它是日本 然后它抓了我们的渔船 然后你就不啃一声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现在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要赔对方 121万这艘船的船都已经在筹钱了 来请教 首先大家要知道 这个海上的捕鱼权 在国际间是怎么规定的 实际上从我们的领海极限 往外推200海里 就是将近360公里 这么长的这个区域里面 是属于这个国家的经济海域 经济海域它包含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捕鱼 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不能别的国家不能来捕鱼 只有我们国家人捕鱼 还有它底下的矿产 去挖矿什么 也属于我们家 这叫做经济海域 这是200海里 那这一次我们这个基隆的这艘渔船 不是被日本抓回去吗 但光看那个图 我一看那个图 我就知道谁对谁错 它距离我们的彭家宇 288里 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媒体上面 登的这个 它距离日本的燕美岛 160里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人家的经济水域 而已经超出我们的经济水域 如果它在我们彭家宇 也在燕美岛160 那还有一个这个区隔 对我们而言 那已经早就超出 我们的200海里的经济水域了 所以这艘渔船 谁犯错 是我们的渔船在犯错 我们的渔船跑到人家的 这个经济水域去了 而且它进入了40海里 不是4海里 有时候你捕船 因为海上没有一根线滑在那里 像陆地 它可能捕捕抓鱼抓鱼 不小心进去 但是对不起 40海里不是不小心 所以它真的就是有意的去 所以它真的犯错了 这就是它说 错 其实真的在我们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金夏的这个鱼 金夏的这个鱼啊 我现在讲 我们所有的金门 马祖 乌丘 什么亮岛 通通在人家大陆 领海基线之内 那叫做内水 如果我们的岛在 人家的内水之内 我们的这个岛有什么权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是两个国家 它什么权都没有 它只有那个土地权 如果在国际法上规定 我在你这里面 好比说我的船 要来探望这个岛上这个 我还要先申请 申请过后才可以 你知道吗 就因为这个不是你家的院 这是你家的客厅了 已经进入内水 不是领海 内水已经是在河里面 你去查国际法 它没有任何权利 那如何能够有权利呢 要双方两个国家去商讨 商讨过的结果才可以 那我们是依据什么 我们是依据两岸 人民共同关系条例 可以在那里捕鱼 如果你说是大陆两岸 是国与国 对不起 你连捕鱼权都没有 好 我们刚刚收到的讯息 基隆的这一艘渔船 辅养266号 是已经缴了罚款 121万台币 600万日币的样子 已经缴了 我补充一下 缴完了回来了 它其实还是在 我们的专属经济水域里面 因为我们主张 钓鱼台是往那边延伸 可是在我们海巡署 所划定的那个 暂定执法线以北 稍微偏了一点 OK 稍微偏了一点 那可是呢 也的的确确 因为双方在这个重点上 执法并没有排除 我们当初去谈的台日日月协议 下面这一块是有商户排除执法 所以日本这么做 你也不能说它错 它只保护它自己的渔业的权利 但我们呢 其实也可以主张说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专属经济的权利 但是团长要赶快的解决问题 他用缴钱了事 也是他的选择的做法 是